本節目是由當手安醫師團隊小星星講製作 有任何減肥問題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 哈囉大家好 我是Sylent 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 我買了一台Chromebook 大概用了半年左右 因為我用的這段時間 我發現有一些優點 然後也有一些缺點 因為這個東西在網路上分享的人比較少 所以我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電腦用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最後大家可以當成大家一個採購的依據 因為現在買東西 大部分的人都會先上網去看一下 到底適不適合我 看完以後其實你買錯的機會才會降低 當然你上網一直亂逛 逛來逛去最後會亂買一堆 有的沒的 所以增加消費的慾望也變得挺多的 不過如果有能力買這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當然是好的 我都希望說大家可以讓自己的生活越來越富足 越來越好 這是正向的 那我現在開始之前 因為我每次在我都會介紹一下這個桌面 今天這個桌面是你看這是一個沙灘 然後我兒子跟我女兒還有我們全家一起到這個地方 這地方它其實是在澳洲的西南邊 西南邊在PERS的南邊大概一個小時左右的車 一個多小時左右的車程 大家知道一般我們去的澳洲都是在東岸 什麼雪梨、墨爾本、坎培拉、布里斯本 這些地方都是在東岸 那西岸最大的城市就是博斯 就PERS 那這個地方叫巴索頓長堤 巴索頓、Jerry 這個地方在博斯 大概我印象中大概一個小時車程了開車 那這個 我當時去它是號稱 這其實也沒多久 就去年的時候 去年去的 去年的時候去的 那號稱南半球最長的長堤 最長的長堤 那從堤頂到堤尾 要坐火車的 這很厲害 這有小火車可以坐的 從這邊坐到這邊 所以算是蠻特別的一個地方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到這個地方去觀光 去走走去看看 那我們今天來看 這一個電腦 我現在買這台Chromebook 它是ASUS做的 華碩的 那華碩它的 其實現在做Chromebook的廠商好像很少 那因為ASUS可能它跟Google 它也是要先搶一點點的先機 未來可能這個Chromebook 會是一個蠻有市場潛力的 雖然現在看起來還好啦 但是未來也許有機會 那我們就是我都是買ASUS 其實我家電腦好像都是ASUS 現在目前三台notebook都是ASUS 那這一台也是ASUS的notebook 那它的上蓋是鋁合金的 14吋 然後非常輕 是大概一公斤出頭而已 很輕 那它的耐 就是電池的持久也蠻持久的 好幾個小時啦 我沒有實際算過 那個Spec規格上面是寫大概10個小時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沒有 那你看到現在看到這個 它是一個桌面 這個桌面呢 跟一般的這個Office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就是它沒有所謂的開始 但是它有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圓形的這個點下去 它就跑出這個 跑出這個 你可以再往上 就變成把所有的程式集 把它拉出來有沒有 那你會看到這些icon 就是這些圖示 很驗熟對不對 跟這個 跟在你的手機裡面用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 但是問題是 它並不是一台這個Android的Tablet 它不是平板電 它是Chromebook 所以它的架構是以Chrome 所有的東西開啟都是用Chrome去開啟 你看像我現在打開它的這個Google Chrome 打開了以後 它就變成是這樣子的桌面 那你可以選擇什麼Google表單 Google表單 Google表單就是 呃 有一點像Google線上的這個PowerPoint 那你看 按下去 按下去 那我把這個移過來 把這個移過來 把這個移過來 欸 你會發現說 它有很多的 這個很 內容 就是這個已經到了這個Google Drive Google Drive 那你現在可以打開這邊 打開Google Drive 我們打開Google Drive 以後呢 這邊有一個 點進去 你可以打Excel 弄Excel出來 馬上Excel就跑出空白的 或者是你要這個PowerPoint 這個PowerPoint 弄上去了以後呢 它就是一個相容於PowerPoint 百分之百相容於PowerPoint 那如果我不要這個PowerPoint 我要用Google的表單 就剛剛那個打開 那就是Google表單了 但是如果你要完完全全 你看這邊有一個New 你可以按下去 然後去新增 新增你要的 像這個 有沒有 Google Slide 那你就Google Slide 打下去以後 它就跳出 這個Google的 它這個跟 呃 跟 微軟的有一些些不一樣 有一些些不一樣 有一些些不一樣 好煩喔 有一些些不一樣 那 呃 用起來 雖然有一些是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覺得沒有什麼 太大的差別 因為大家用的 這個 內容 基本上就是這些功能 那 呃 再來就是 它所有的一切的 程式的執行 大部分都是在這個Chrome 喔 Chrome的架構去執行 那其實現在大部分 我們在用的這些 呃 東西 那就跟手機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你手機 Android手機 或者是那個 AirPods手機用的習慣 你用這個 你會覺得很順 很順手 你看喔 我就按這個地圖 跑出地圖來 那你要什麼 喔 這個Email 有一點私人隱私就不用 你要這個 有沒有 YouTube 按下去就跑到YouTube 喔 你要這個 喔 Instagram 按下去在這邊 就跳出Instagram的界面 你看 Instagram好像沒有 沒有這個網頁版喔 這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很少用 然後有這個WeChat 有Skype 我們看一下Skype 它Skype有特別針對這個Chromebook 去設計的一個 的一個界面 Chromebook 大部分的軟體在這裡都可以使用 包含這個有沒有 Google Photo 按下去它就馬上跳到Google Photo 那因為它都是線上執行啊 所以其實你每一次關機它就重新的再來過一次 本節目是由當首安醫師團隊小星星講製作 有任何減肥問題歡迎參考聯絡資訊 然後就是大致上都是在這個Chrome的這個瀏覽器這邊執行完畢 然後我覺得這一台電腦最好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你關完機以後它幾乎全部就歸零了 它不會感覺像微軟的電腦越用越慢 其實它這個電腦為什麼可以賣這麼便宜 你大概去看這個Chromebook 基本上都是1萬塊以內的 大部分都是1萬塊以內 那像我買這一台大概1萬億左右 我覺得也是蠻超齒的 以這樣子的效能 當然它效能不是頂好的 但是以我用起來的這個順暢度 要在微軟上面我要買到2-3萬 可能才會有這個順暢度 我覺得CP值還算挺高的 那我在用的這段時間呢 我覺得最好的地方是因為它有這個 這叫Pray商店有沒有 MarketPray 你不覺得很面熟嗎 很多的這個APP APP是你在這個地方 跟你在你的Android的那個手機裡面用的是一樣 所以你Android只要付錢 你這邊都可以用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有一些 就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這裡有一些是 直接就用這個 它不是APP 它直接就是在Chrome裡面想 就是嵌入這個 比如說像LINE 它打開LINE了以後 它這個其實 這個LINE其實不是我們 你在這邊也可以下載LINE 就是你在這個地方也可以下載LINE 就是有沒有這裡 這裡就有一個LINE 這個是APP 這個是APP 但是它就會占用支援 那你用像用這個 這個是它內建的 馬上用 這個就直接用 但是我通常比較少登錄 或者是Facebook 如果你不想要 Facebook screen sharing 你可以直接就用這個去 在Facebook上面share你的螢幕 直接就share出去 用起來其實我覺得 大部分都跟一般的Chromebook是一樣的 跟一般的微軟的是一樣 只是它沒辦法執行一些你在文書 你在工作上面執行那些程式 就.exe 你不能灌什麼程式 它裡面的這個程式 全部都是從線上的這種APP 是就跟我們一般的電腦 那個桌上型的微軟作業系統 有一些不太一樣 那其實你用那個用習慣了 也差不多就用東西 所以這台我非常建議大家 可以把它當成是 一台文書作業機 文書作業機 當然你要把它拿來執行那些什麼 AutoCAD 或者是本來在微軟上面 才能用那些程式 在這邊是絕對不行的 那我覺得現在很多人 像我很久沒有打開電腦 所以電腦對我來講 不是這麼重要 我都用手機 大部分像我銀行轉帳 什麼也都是用手機 所以這一台大概可以滿足我90%的需求 而且它是Type-C的介面 所以我要外接什麼投影機 要外接一些螢幕 其實都非常的簡單 然後要接滑鼠也可以 你看我現在接滑鼠在用 是USB的滑鼠 然後Presenter 就是在做投影片的播放的上下 那個也都可以 反正就是跟一般的電腦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Touchpad 中間這個Touchpad很大 然後跟蘋果一樣支援很多的手勢 比如說我現在是用Touchpad 打開了以後 你看我打開Mobile01好了 現在Mobile01打開了以後 我上下用兩支指頭的 它就是上下 兩支指頭是上下 然後用三支 往下滑 因為我沒有開很多程式 假如我開多一點程式 比如說我開這個 然後又開什麼 開這個 又開PowerPoint 好了這樣 這樣我如果用三支 往下滑 它就變成 跑出我想 跑到Chrome這邊來 或者是我這樣子 我跑到PowerPoint這邊來 或者是跑來這邊 我用我的檔案 或者是跑來這邊 繼續看Mobile01 然後 這個 跟這個 比如說 這個 這個YouTube 跟 我又開一個新的 這個用兩支指頭 這樣滑 三支 我所說的三支 左右移動 用三支指頭就可以移動 就是也就是說 其實它不需要滑鼠也很好用 那它支援很多這種 跟Apple的Mac一樣 有這種快捷 這個Touchpad很好用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就是下一台電腦 如果有要買新的電腦 你沒有這麼多的 不想回家還要上班 只是用來上網 然後想要用理電來 來做手機裡面這些事情的話 我真的非常建議買Chromebook 就可以 又便宜又輕又薄 然後它的效能又順 不知道 為什麼要買微軟 我賣了兩台微軟的電腦 都跑不動 完全連開個Facebook都掛點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我使用的這一段時間的優點 就是非常的順 然後又便宜又輕又薄 但是它也是有缺點的 什麼缺點 就是沒辦法執行那些exe的 點ese的這些 就微軟上面這些程式 但是我覺得這是看個人 如果說你很喜歡去做那些 你很喜歡把那些功課 或者是工作帶回家做 當然你還是買微軟 但是如果你沒有 你只是希望說可以拿一台 跟筆電一樣好用的 跟手機一樣界面的作業系統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非常的不錯 就是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以下次有機會 我覺得我去NOVA或哪裡 我基本上沒看過這種Chromebook 很可惜沒有展示 我是抱著一個實驗的性質 我電腦很多台 實驗的性質 買了這一台回來用看看 沒有要開箱的意思 只是說用了這一段時間 我覺得還不錯 分享給大家 下次有什麼新東西 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拜拜 你都看完了 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 本節目是由當首安醫師團隊 小星星講製作 有任何減肥問題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